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佐 少佐 你没事吧 嗯 报告 少佐 英俊队他们已经跑了 这小鬼子搬什么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出发 看那个日本女人 哪个 带头的那个 那个我都不认识他 就是那个日本女军官 对对对 没错 我见过他 这小鬼 乔装打扮 是想远眼把宝物运走 那怎么办 咱们总不能冲过去抢了 那怎么办 咱们总不能冲过去抢了 通知聂他对账 我们仨跟着他 既然沿途我们会留案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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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那 这前面 这是我们凤红山地盘吗 好 进了咱们的地盘 就不怕着小鬼的人多了吧 如果跟聂队长联系不上的话 咱们就直接动手 你们看 他们走这条路 就必定会经过吹风号 干脆 咱们呢 就在那动手 好 好 请 你沿途留下火暗号 让影子跟上咱们 好 咱们吵劲道 好 走 走 叔叔 让你担心了 回来就好 受伤了吗 请你放心 只是擦破点皮 叔叔 文物转移的怎么样了 我已经派方岛 把文物都秘密地运走了 叔叔 对方有心似君 凤凰山的土匪 和苗芳的女儿 我怕方岛一个人 应付不了啊 原来是心似君缴获进来了 好 你马上带人前去增援方岛 确保文物万无一失 是 高强 是 继续追查这帮人的下落 不要放过他们 是 快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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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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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小心 小心 出来 出来 白萨 放倒了 跑了 快 把国宝带回去 好 好 走 对不起 大佐 我没能完成任务 文武被拿走了 我甘愿受处罚 我已经派了两个中队 进山进行搜索 而且 已经把所有进山的道路 全部放走了 大佐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你居然失败而归 你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 少总阁下 你怎么能那么说 你不是也被新四军绑架 就是因为你的失踪 我们才被迫临时改变计划 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说的都是事实 放个阳路 够了 我并没有追究谁的责任 这次行动失败 只能说 是我们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你们两个不要互相埋怨了 方导 你先下去休息吧 是 大佐 雷慕容 继续追查那些文物的下落 你们不能输在这帮人手里 是 下去吧 这些国宝要能得到一个 那该多好啊 哇 是呀 哎呀 哎呀 这这这都是好东西啊 哎哎哎哎哎哎 队长说了不让我 好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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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你眼突然弹出来了是吧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 兄弟 也会要好好保护这批国宝 不能让它再流失了 嗯 队长我们把国宝抢过来了 现在该怎么办 接下来鬼子一定会大搜查 我们先把这批国宝藏好 我请军区的首长过来接应我们 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要出城 对 那个黑木大作 对这批国宝志在必得 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这批货咱们终于抢回来了 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 业队长 还是你领导有方 你真厉害 这次能够顺利地抢到国宝 要多谢各位凤博善的兄弟们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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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您看咱今天和鬼子打得这么过瘾 是不是应该出去喝几杯 那咱们也跟着喝几杯 对 好好喝两杯 千万酒吧 对 喝什么呀 我看你们两个都快喝死了 你要是怕喝死了 别喝 就是这午饭 这国宝交交给你们了 走了 今天好 走了 我喝酒去 哥哥 我们也去喝酒吧 喝酒去 多喝点 多喝点 爹 女儿终于完成你的遗愿 把国宝给抢回来了 也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 我们神州镖局 始终没有试过一趟镖 你跟陈伯伯 可以还笑九泉吗 老大啊 还有 ko就是Du doctor 个人呢 哎呀 dynasty 苗老英雄 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 保护好这批国宝 你游戏吧 叶队长 国宝已经抢回来了 可是我爹和陈伯伯 都被鬼子害死了 我想为他们报仇 我想加入新四军 跟你们一起搭鬼子 小儿 你肯加入新四军 我求之不得啊 真的 对 我来康城 就是为了成立新四军游击队 我想把凤凰山的兄弟们 也吸收进来 还有柳蝉柳飞有媒的工作 要靠你去做 您放心吧 叶队长 小石树下山就是为了抗日 我相信他一定愿意 加入游击队的 我不加入 陆大哥 你为什么不加入啊 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小师叔 你忘了师公说的话吗 他是希望你成为对民族 有所作为的人 我没忘 鬼子肯定要打 抗日也一定要抗 那不就得了 新四军也是打鬼子的 没他们 我们自己也能打 我又不是没杀过鬼子 不需要和他们一块 那你一个人的力量 毕竟有限嘛 新四军人多 而且聂队长有勇有牟的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跟着他 肯定是办公辈啊 就是因为有他聂天明 我才不加入 陆大哥 为什么聂队长在 你就不加入了 在他手下 听他的使唤 凭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 我不服他 除非啊 除非让我当队长 让他听我的使唤 我就加入 听你的 你那么意气用事 你做队长谁会服你啊 谁会服我 我的功夫好 那聂队长的功夫 比你还好呢 比我还好 不行 我得找个时间 跟他比试比试 聂天明 今天我要是打赢了 我当队长 怎么样 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你若是赢了 也当不了队长 新四军是有机会的 要是谁的功夫好 谁就当队长 那不乱套了 我说啊 陆兄弟 你就好好打吧 我们认好 可以看看热闹 我说啊 你们就别打了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 伤了何气怎么办 对嘛 你说你打赢了 队外也没人认识你 你打输了呢 还丢人 小师叔 你就别闹了 聂队长 对不起啊 你不要介意 没关系象啊 我知道 陆兄弟的功夫好 既然你想切磋 我就陪你玩玩 但是注意 点到为止 我不想伤着你 听你这话 好像你赢定了 兄弟 兄弟 你要是赢了 我就给你姓陆 你们就快点吧 我们还等着看热闹呢 啊 聂天明 我还是棍子 你要用什么兵器 随便挑一个吧 这个就是我的兵器 好 那就开始吧 请 咱们 因为你也看你 呼哈 走 啊 陆大哥 别打了 咱不要去哪儿了 不知道 干嘛死去的吧 师妹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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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 是我 是你啊 怎么跑这儿来了 过来透透气 真是气死我了 你说这个姓陆的小子 哭着闹着非要当这个队长 还要跟聂天明比武 我真是看不惯 我谁都不服 就服聂天明 本来呢 我想教训这小子一下 但是 你们聂队长不同意 还非要跟他比武 现在还打着呢 还不知道谁输这些赢的 我看啊 他肯定打不过我们聂队长 对 打不过 那可不好说 你们是不知道 陆有为的小子 那功夫也不是吃素的 哎 那现在打得怎么样了 哎呀 旋 哎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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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们守在这里 不好破去啊 是啊 啊 哈哈 哈哈 这儿啊 没事儿 我帮你们守着不就行了吗 去看看吧 啊 这样啊 不合适吧 不合适吧 这就是不合适的 哦 我守了你们还不放心呢 行 行 去看看去 那谢了 走 来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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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陈世元 还真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呀 这功夫真好 叫是超大哥 输了输了 闭嘴 好了好了 我没输 再来 陆又为 来 赖皮狗啊 承让 输了还不认 你是爷们儿吗你 你们放心 我陆又为说话算话 以后听你的 陆大哥 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 可是我们没评论 啊 我没有评论 哎呀 他也听不懂 传统的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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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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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